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学习《如意宝藏论》 大家都知道《如意宝藏论》这部论典 实际上是在藏传佛教当中非常出名的一部论 作者应该是六百多年前的全知隆清染君 在藏传佛教当中他是驾驭呼啸的 相当于是汉传佛教当中的六祖大师一样 他造的这部论典实际上藏文是一直有的 但是这个汉文其实很早都是翻译 但后来因为真正的交对和真正的一乘书 只有20年的时候本身是我想去一些国外 在学校去演讲后来一方面疫情的爆发 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没有去诚 没有去诚以后 当时可能有一点点不舒服 后来还是刚好空出一点时间 然后利用这一段时间把重新翻译出来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生当中一件事情没有成功的时候 从另一件事情的上面自己就开始利用它 这是我的一个人生经验吧 你不能意味地向前冲 这个可能没办法 比如说你在路上堵车的时候 你再怎么样不舒服 再怎么样抱怨也没有用 那这个时候利用堵车的时间 要么你看书 要么你做其他有意义的事情 这也是一种方法 其实人生的路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能理想是很美好的 但是现实不一定随着理想走 这个时候自己应该想到这一点 然后马上调整自己的心态 用另一种方式来接受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给大家讲的 也是继续在讲这部论典 那这部论典总共有二十二品 现在我们可能一把都没有到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可能讲了多少堂课了 已经二十几堂课 是吧 对 二十几堂课 后面可能需要一百来堂课有没有 可能需要的 我们晚上一个是讲如意宝中论 大概可能要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讲一个法王如意宝的 好像全是如意宝 法王几面喷作的教言 也就是说不犯 不犯每天晚上都是大概讲十到二十分钟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那我们中共的课程讲的话 应该是至少一个多小时 不超过一个半小时这么一个课程的安排 我们今天也继续讲 大家也知道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整个世界的行程 众生的行程 最后世界的灭亡 众生的灭亡 整个世界的乘住坏空 应该讲得好好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各位 应该是以前在各个学校里面 读过不同的书吧 不管国内 国外 尤其是我们以前在国外 听过的有些不同的知识 其实对人生还是很有帮助的 我晚上也看 不管是讲日文也好 讲英文也好 但我昨天晚上看到 为什么南宗那边的讲考是原来的英文变成了中文 不知道昨天是个特殊原因还是讲不下去 讲不下去也不可能的 一之三之识是最容易的 我们这一评的话是最容易的 但我昨天没有听错的话 全部得讲中文的 所以你们是特殊英文版的话 应该是把该讲的应该是讲的 但我也许 不是也许 我起耳听到的 所以我们还是 现在用英文来讲佛法的也是不算很多的 确实在西方有一些上师灌顶 传一些密法 但是从理论上用万文来讲 也不算特别多 所以我们现在 一边自己学中文方面的内容 同时现在网络上很方便的 各个文章 只要是有翻译的话 那这个就比较容易的 虽然跟以前相比较起来 现在网上的个别资料打开的话 稍微费尽一点 但是也可以 所以我们可能要学的话 应该要心胸广阔 不管是以后你的愿望成不成功 但是我们要不是自己的自私自利 一个小范围的发心 应该是针对整个世界 针对很多不同的众生 要帮助他们 要利益他们 解开他们的心结 有这么一个发心 这么一个意乐 以后在自己人生当中 也是会实现这样的目标 其实我们世界上很多伟大人物 他所做的伟大事 他自己有时候是没有想到过 做得这么好 最后不可思议的成功 也有这样的 所以佛教界 虽然没有像世间的企业 世间各方面的事业 那样的目标 但我们作为佛教 这么好的大乘佛教的理念 以后在不同的世界当中 要有弘扬的话 至少我们自身 应该有这方面的资源 这方面的材料 如果你没有的话 世间就说的 所以你要想弘扬佛法 你要想把真理传给别人 可能你没有这个条件了 所以大家还是应该 我觉得有些不要猥琐 也没有必要的 大家还是有个广大的心来闻思 那我们今天继续讲 依止善知识 善知识就是上师的意思 那我们依止上师的话 不能随随便便 依止一个佛教的上师 否则可能上当受骗 有很多的麻烦 现在可能稍微好一点 以前有一段时间确实是 包括我们藏传佛教的很多的 加上师 加佛佛 加堪布 什么什么 加和尚 佛教界这边一段时间有点泛滥 有点不太像个样子 但是最近可能有些地方稍微好一点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学习佛法的话 你首先应该寻找一个有智慧的 有慈悲心的 有法相的 所谓的法相 具有这样上师资格的人 上师要有上师的资格 我们开车的人 开车的也有他的资格证 也有他的教师证 甚至我们教幼儿园的一个老师 他也要有有识的教师资格证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随随便便找一个人 给孩子教课的话 也不合理的 深深的佛教道理更不用说了 所以我们最近一直讲上师的法相 当然这里讲的上师的法相 并不是说是因明里面 远离三种过失的 什么过边 不定这些 那这里所谓的法相基本上是 上师具有的条件或者上师的功德 这个方面讲的 所以我们上一节课讲了 上师的七种法相里面 五种法相已经讲完了 很多人应该知道 以前我依止上师的时候 都是不太值得盲目地去依止 盲目地去依止的话 确实毁坏自己的人生 很可惜啊 本来我们的人生是这么宝贵 时间是这么珍贵 如果你依错了上师 那就是无人之地 最后自己今生当中也是受苦的 来世也是侮辱其土 特别可怜 所以我们每个人应该如果要学佛 学不学佛是自己的事情 但是你要学佛的话 应该寻找有一个名师 自古以来也是这样的 世间的一个比较小的技术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导师 没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人 可能学得不一定很成功的 所以他这里一直要一个上师 我们前面讲了 五种上师已经讲完了 今天这里第六个法相和第七个法相要继续讲 就是这样的话 我们看看法本当中 今天是第六个法相 第六个法相怎么讲的 在我们的愿文当中说是 以悲悯心 因露失 菩提心境恒利他 加持如心 加持他 坚修行过 具真相 积居为利前魔藏 善因众入解脱道 五等誓言 尽一致 这个字面上比较简单 大家都应该知道 但是我们现在要讲上师的话 上师有各种各样的上师 确实有开悟者的上师 具有加持的上师 应该有理论的上师 精通理论的上师 或者说引导解脱道的上师 各种各样的上师 甚至这个上师的话 可能虚假的上师 虚伪的上师 或者说明相上是上师 但实际上不是上师 所以有各种情况 这样的话 这里今天讲的 具有悲悲相的 引导众生解脱道路的 这么上师 所以我们每一个法相的前面 什么什么上师 这是他上师的一个定语 上师的基本的一个条件 那他是什么样呢 就是说 菩提心境很利他 这个上师 他就没有自私自利 大乘的菩提心学得到究竟 已经圆满了 而且做任何的事情是利他的 其实我们《大圆满前行》当中 观察上师的时候 至少不管是什么上师 这个上师一定要具有菩提心 如果具有菩提心 他不会乱来 如果不具足菩提心 凡夫人很难说 所以说 第一个是菩提心要究竟 然后有利他心的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加持入行 加持他 而且这个上师 他自己好好地 依止上师以后 上师的这些加持 全部都是满屏俱邪的方式 入于上师的心 如果有上师的加持 那他加持别人 也是有能力的 他能加持别人 确实所谓的加持 我是这样觉得 我们佛教当中的加持 也是一个专用名词 大家都知道 上师给我加持加持 这个是这样的 但我们觉得世间人当中也有这个 虽然他们不说是加持 但实际上也有一种加持 为什么这么讲呢 比如说一个企业家也好 科学家也好 医学家也好 任何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他自己的心当中 或者密意当中的这些智慧和传承 全部要传到另外一个人 他一定是有一种 无心的力量 直接他得到的 比如说一个伟大的人物 他下面有无数的门徒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得到 有些人得不到呢 其实这个已经得到他的加持 所以佛教当中也是这样的 如果上师有加持 上师的加持又传给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有加持 然后他加持别人 没有什么困难的 这个第二个是要有加持的上师 所以以前有一些世间人评价的时候 他们说法王如意宝 一方面是精通显宗密宗的经论 但另一方面 他非常有加持的一个上师 这个可能我们一般 比如说你去拜见一个高僧大德 可能有些见了以后 理论上说得很好 但他没有什么磁场 没有什么感觉 但有些好像无形当中 自己的心容易改变 这叫做加持这样的 这是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 见修行过具真相 作为上师 并不是光是理论上说得特别漂亮 如果理论上说得漂亮 就因无学舍嘛 看起来很多经论都是道悲如流 但是以前的提波达多 他智慧都是很不错的 他背诵的那些经文 大象都是背不了 特别多的 但实际上 自己的相续当中 真正不管是他的见解 他的修行 他的行为 他所修的过 都有一种证悟的想 没有证悟的话 管理论上说得再漂亮 头头是早 天花乱嘴 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当中 口才不是很缺的 尤其是受到西方国家的一些影响吧 因为西方国家说总统 选举 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会说的人 但是会说的 不一定会做 有些人会说 但不会做 有些人不太会说 但是会做 我们选择什么呢 看起来也并不是表达得很好的 但实际上 牢牢是做事的 事干者 这是在任何 不仅是佛教当中 在世间当中 其实是做事的人很重要的 会讲的人 也许某种场合当中还是需要的 但是实际上爱空谈的人 到时候我现在找一些人 原来刚开始的时候 找一些人 这个会说肯定会好的 但后来失败过很多次 这个是只会说而已 后来如果会说的话 找个念佛器也可以不断地念 可能还是会做得很好 但是会做得没有他心通 也不是那么容易知道的 所以见修行过的话 真的有一点乱想 乱想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有一些见解上也有点证悟的 修行上也是有点证悟的 这样的上师很重要 这是第三个方面的 第四个方面 集聚为力前魔藏 这个上师他有点开悟有点开悟的话 他的觉悟的力量 邪魔外道也好 世间的各种鬼神 很容易降伏 这个上师很厉害的 他来了以后 所有的邪魔外道 自然而然遣除的 当然他自己没有什么证悟 没有什么境界的话 可能邪魔外道更长寸 更厉害的 所以人还是有一种 有些人是有一种正能量 这种力量 这个力量在违缘当中 脱颖而生 还是很重要的 具为力前魔藏 还有善因终如解脱道 这个上师 他不管是哪方面 他有一些可能神通 小小的神变这样的 摧毁一些别人的邪见 或者他有善巧方面利益的一种 非常善巧 他要帮助别人 说话 做事 这方面都是不伤害人 特别有自己的技巧 这样的上师 也就是说 我们上面大概是讲了五个法相吧 这五个 我看一个 二个 三个 四个 五个法相 具有这样的法相 具有这样条件的上师 这就是无与伦比的 无等的誓言 也就是可以称之为 世间的一种庄严 一个真正了不起的 伟大的大德 在一个地方具足的话 好像在那个地方的世界的庄严 一个国家有的话 如果这个上师很了不起 一个国家有的话 这是一个国家的庄严 一个地区的话 一个地区的庄严 原来不是我说过吧 有一个堪布 我们那个霍西 小小的地方 但是他讲经的时候 有一次他说过 其实有一个上师赞叹过我 我有点不好意思给别人说 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确实那个上师说 求求堪布斯 不管在哪里的话 那个世界的庄严 所以我在这个霍西小小的地方 应该成为一个庄严 你们觉得吗 他一方面是开玩笑 但一方面确实也是 有些上师可能确实是世界的庄严 但是我们世人是比较愚痴的 也许他在的时候 不一定知道的 他一旦圆寂了 一旦离开了 那个时候 哇 那个上师确实是世界的庄严 你看上师如意宝也好 还有那个像丁国钦慈仁波切 邓柔仁波切 他们在世的时候也有赞叹 也有各种非议 但一旦离开以后 大家都觉得 哇 这么具有开悟的上师 具有加持的上师 非常了不起 甚至可能有人见过他的 有人见过这个人还是很那个的 我们前几年去美国的时候 当时法王去93年 像美国 加拿大 包括当时去过很多 现在有一些年老的西方人 啊 我是见过法王如意宝的 当时我多少多少岁 有一个人说 我们去科罗拉多那边的 有一个不算很年轻的 但是他说 我以前见过 我见过当时上师如意宝 身体特别愧陌的 很庄严的一个人 当时我很小 妈妈带着我的手 我们去拜见的 说是西藏来的一个活佛 很了不起 他有很大的威力让我见过 我见了以后很欢喜 所以他们好像见过这个上师 也算是自己的一种庄严 当然 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坏人的话 一般世界人都不会说 我见过这个人 他不会说 因为人都是这样的嘛 如果是个好人的话 哪怕是见过他 所谓自己的庄严 如果这个人无恶不作的话 他其实真正见过的话 他说 没见过 可能会有这样的 所以他这里讲是五等的庄严 所以我们说 善知识确实一方面断除邪魔外道 就像《大宝积经》当中说 轻视善知识 能破诸魔众 轻视 尽轻地依止善知识 能破诸魔众 这是从弟子的角度来讲的 如果弟子的角度来讲 也是很好地去依止善知识的话 人生当中的很多违缘 魔众 都自然而然地会消除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 这么好的上师 应该以最大 最恭敬的心来依止 这是第六个法相 下面讲到第七个法相 也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法相 这个上师 好像这个上师也是很厉害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里讲的这些上师 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比如说皈依师 或者传戒师 居士戒 这些是比较简单的 但这里讲的话 应该是比较高僧的 或者是开悟者的上师 这样的上师可能现在也不是那么好找吧 确实好多世界国内外的高僧大德 年老的这些很有修正的 以前他们确实在年轻的时候清修 他们也是遇到过 很多好的开悟者的上师 所以这几年都纷纷地离开 不管是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包括南传佛教的很多 这些长老 大德 他们有些已经年纪很高了 有些基本上这几年已经纷纷地圆寂了 圆寂了以后 好像其他年轻人当中 可能因为是他年龄的原因 修正的原因 很多人可能也并没有像 前辈的这些老上师那么厉害 或者说那么有力量吧 我们并不是说这些上师 到底是出不出名啊 他的弟子多不多啊 他的寺院多不多啊 这些是另一种判断方式 当然这个也是 如果弘法林生事业很广大的话 我们很随喜 这种上师也很重要的 但最重要的话 真正是有实修实证的 真正有本色的 这样的上师的话 我们遇到以后 他哪怕是简单的一个加持的话 也是可能众生当中难忘的 也是对自己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可看见的 不看见的帮助吧 有这样的 所以说下面的上师更厉害 可能我们现在 下面的上师是什么样呢 宣说究竟正义是 一步一步地解释吧 这个上师 第七个法相的上师 其实是宣说究竟正义的上师 他要宣说最高的 最深的 像禅宗的话 民心见心的 像净土宗的话 一心不乱的 或者像密宗的话 长到了智智人心的 或者智智觉心的 这么上师 正义的这样的上师 那这个上师是什么样的 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第一个特点 凡戒缘戒 行圣法 凡是因为他有无量的悲心 他是很了不起的上师 凡是对他戒缘的 身口业的任何戒缘 对这个众生有非常大的利益 上师也是根据不同的众生 给他传不同的法门 让他趋入不同的解脱道当中 他不可能一概而论 或者说他全部都是用一种方法 你念佛念佛 什么都不管你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来了一个人就让他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不一定说 他就根据不同的众生 给他相应的法 而且凡是接缘的这些众生 就是让他们行持甚深的法 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你简单地做一做就可以 心心跳伏就可以 或者看看鲜花就可以 你只要开心就可以 不要发脾气就很好 你修不了法也没事 念一句阿弥陀佛也很好 但这个也是接缘的 但是最重要的上师 如果他自己有一定的开悟 或者这样的话 他让弟子一定会讲一些 最深的法 最高的法 让弟子们得到最深深的法 行圣法 这个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制止自主法藏仪 而且上师他自己有一些窍诀 他会制止 他自己本来具有的法身 本来面目 也就是说 禅宗也有制止法 密宗也有制止法 只不过制止法的上师 有没有这方面的窍诀 而弟子有一些是建物者 像生锈一样的 有些像六祖一样的动物者 根据不同的人 对他进行制止 其实制止是真的很重要的 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 对自己的心本来面目 稍微有一点认识也很重要的 应该要寻找上师的时候 这个上师是有一点制止法的 否则 这个上师天天讲一名 讲一名的时候是很好的 一说密法的时候 可能什么都不懂 这样也不行 不过我们过一段时间 讲密法的时候 如果你们有些法师 实在是对密法不太明白的话 应该换一下其他的 也可以 当然我那天说是要讲密法的 每个人都讲 但后来想 如果确实自己在以前这方面闻思的不多 一点就是名词的 我们听说原来藏族的堪布里面 有些是天天讲一名 然后最后讲大黄王王的时候 他就把大黄王的很多都推到隐名方面 那这样肯定不行的吧 可能上师至少对密法还是比较了解的 第二条件 我们本来具有的如来藏 他通过一种方法来制止人性 这个很容忧的 第三个 他这里深入真相 也就是说 通过修行对甚深的这些境界 应该要有帮助 让他日益增上 而并不是你的觉悟也好 你的境界也好 有什么问题 上师什么都回答不出来 那这样的话 显现上这个上师是比较笨蛋的 因为他什么都把弟子的疑惑 弟子的痛苦都解不出来 你自己回去看书吧 你自己回去想想吧 这样的话也不行 应该上师弟子有很多疑惑 或者他有一些境界 怎么样 越来越有进步的 上师他自己也有一点进步的 等会我们看法王如意宝都是 每个礼拜当中经常做上师好多次的梦 有这样的话 肯定很殊胜的 这个是第三个方面的 这个上师也是这些都是一个上师的条件吧 然后第四个方面他的觉悟确实到达究竟 他有一点开悟的 而且这种开悟要到世相的极为 因为他自己有了这个开悟 然后弟子也肯定认识这个心的本性 第五个方面 依靠密宗的甚深方便道来 专为道用 密宗有很多方便道 确实现宗里面没有提到的很多智者 这我们大家学过的人都应该知道 本来显宗也是很殊胜的 比如说金刚经也好 心经也好 还有《妙花莲花经》也好 还有《维摩基经》也好 我们学过的这些经典都一个比一个殊胜 但是一讲起来密宗的时候 密宗直接讲你的信心 所以有很多方便深深道 这些方便深深道的话 世间当中很多的转为道用 看起来都是非法的 就像禅宗的有些故事当中 有些真正的开悟者 他可能当猎人的 当屠夫的 入机缘的 各种现象 但是其实这些人表面上看来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根本不会有烦恼 任务他们的相续 这个密宗当中有这样的 这是第五个条件 然后第六个 这个上师是富有教言 而且知心结 他自己有很多的教言 不是这个上师是理论也穷 实修也强 昨天我讲的一样 有些上师是穷贯淡 可能世间的物资财富多一点 但是今生财富很贫穷 很贫穷的话 这也是有种比较可怜的了 所以富有教言 而且这个上师能了知 别人的心相续可以解脱 解开 非常精通的 然后第七个 这个上师自己也能即生长久 让弟子也可以即生当中 能读轮回的苦海 像这样的上主 像这样的如意宝一样 像这样的名声一样的上师 能超胜意气 所以我们应该是 最大的恭敬心可以去移植 如果你要去精进地这样移植 那可能今生来世的 所有的这些功德也是获得的 所以我们这以上 实际上是讲了六个法相 但六个法相全部不一定具足的 所以我们只具足了六个法相当中 其中一个法相 其实一个法相 从六到十 很多的法相功德 那么这些功德当中 大多数的六个以上的功德具足 我们也可以移植 也可以以最大的信心 最大的欢喜心 最大的恭敬心 进行移植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么这些道理 精密医学 还有《决定仲持经》 好多当中都讲到了 如来善知识的功德 和如何移植的方法 都讲得比较清楚 这以上七个法相已经讲完了 那下面第二个科判说是具有部分的法相 也可以移植 要讲这个 首先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他这里说 以上我们所讲到的 这七个法相具有七个法相功德的上师 也是比较难得的 就像是世间当中的 昙花好像佛陀出世的时候 在乌尔河的附近出现 除此之外 一般都是不现实一样的 所有的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这些功德具足 确实也是比较难的 但我觉得像上师如意宝 有些是怎么观察的话 好像前面的这些功德都已经具足的感觉 确实我们该遇到的也已经遇到了 即便是没有所有的功德具足 但是大多数的功德具足 它也是就像佛陀一样的 还有六种功德具足的话 如果一个法相当中六个以上的功德具足 也是可以移植的 当然这个是我也没有在其他地方说的 但是六个功德和六个法相 是有点点 是不是这样解释比较好一点 因为一个法相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功德 所以我们一个法相当中 也有很多的功德 这功德当中 大多数六个以上具足 但其他的主事里面也不是很明显的 这样解释也许可以吧 那么在这样无浊恶事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得 所以我们要最大的恭敬心来移植 我们注视当中所有的这些功德具足当然是很重要的 但最重要的就是精通正道的上师一定要移植 它归纳起来的话 我们前行里面不是讲 讲了很多上师的法相 最后说如果具足菩提心其他的不具足也可以 这里《五光尊者如意宝藏令》里面说 最后要移植的什么呢 主要移植的是精通正道的 这个上师什么都不懂的话他可能没办法引导弟子 我们现在有些人真的是找这个上师 找那个上师 但是不要说精通大概的正道都可能不明白的 只不过有一些名声 有一些头衔 有一些各种宣传的很好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 所以我要移植一个上师的话 因为一只上师是 要么像米拉日班的一样 移植德罗巴的时候他并不是用理论来讲的 让他苦心用一种强硬力的方式来让他开悟的 但这个是可能不需要的一种精通什么法 包括米拉日班的传记当中 那若巴的传记当中都没有让他学五部大论 续部 但是这个是极罕见的 马尔巴罗哉给米拉日班又说 以后你要摄受弟子的时候不要向我的这套来摄受 像你一样有信心的人也难找 像我一样有成就的人也很难找 他说得很清楚的 所以一般马尔巴罗哉很直的 他就直接说 所以那天我们那个次师他在批评 然后下面的一些人也在批评 他可能觉得有点不对 以后你们不要像我那样批评别人了 所以我们开会的时候有时候还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他这里说我们也应该有最大的信心来移植 比如说波罗师颂里面讲 恒意诸位置之时 因之功德愿与弊 这个原因也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需要移植的理由有略锁和广锁 略锁的话教会不利持续义 这个略锁的话意思是我们为什么要移植这样的上师 前面已经讲了这样的上师的条件 法相 我们下面说为什么要移植这样的上师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上师的教会不能离开的 要持续地移植 其实依上师就是要依上师的教会 并不是上师的身体 你要天天靠着上师也不是这个意思 然而上师的心也不一定能抓得住 但主要是依止善知识的话 听上师的话 一教封信 这就是依止的一种概念 我们有些都不知道什么叫做依止善知识 依止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学生要依靠老师才能学知识 弟子依靠上师才能增长他的智慧 这个是略锁 然后下面广说有六个方面的道理 首先第一个 永久打击 因为我要依止的话 从长远的角度来讲是依止善知识的 而并不是短暂的 如果短暂的话 我依世间的老师也可以 依世间的父母也可以 暂时的利益提供的话 这些人都可以给我提供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依止善知呢 今生来世最长久的打算是这样的 用己甚深解脱道 处上事外不能死 事故恒常依上事 为什么我们要上师也知道 如果世间上的这些 比如说如何灭敌 如何护侵 这些我们世间上共乘的 所谓的帝王讲乡也好 或者世间的父母 老师 这些也可以完全让我们 怎么样吃饭 怎么样做人 怎么样成家利益 怎么样做人生的规划 这些世间的基本规则 其实世间的老师也可以 父母也可以 你的同事也可以 老板也可以 上师也可以 都可以做的 但是如果我们真认识要踏上解脱道 认识自己的信心 发菩提心 还有能做自他二利的重大的这些事情 除了上师以外 确实是没办法 他们都没办法 你看父母他可能最多是给你介绍一个对象 给你建一个房子 买一辆车 但有些父母连这个都不给你好好做 或者给你留一点存款 好的父母最多是做这个 但除此之外 你真正认识自己的信心 或者让你发菩提心 或者是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那这个是父母和国王和你的朋友都能做不到的 所以说他们做不到的 上师能做得到的 那么这个就是上师的特点 有些人说你为什么要一直善知识的话呢 我并不是一个小思想 一个小的金毛 应该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 这样的话 这些只有上师才能成办的 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吧 说是十方法界中 所有诸佛事 如是善知识 一切皆能如 如是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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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你要成识善知识的话 才能一切都可以 在整个世界当中 所有这些重要的佛法 只有善知识才能可以的 其他人都不信 确实我们自己 我们为什么要依止善知识 为什么要学佛 那父母给我做不到的事情 朋友也给我做不到 我的领导也给我做不到 所以有些人非要到一些佛学院 非要到一些上师面前求法的原因 他自己还是有一定的善根和悔悦 如果你要听 原来我去五台山 当时青梁山那个地方 每个人都是造一些祈祷文 当时我让德巴堪布给我写个教言 然后他的教言里面说 因为当时我一直上师 只有两年的时间 他那个教言里面说 如果有人给你提建议 离开上师如意宝 哪怕是父母 你也不要管他们 我记得很清楚的 所以可能有经验的善知识 可能父母跟你说的建议 不一定是很准确的 因为他只能有这样的一种智慧吧 这也是 父母并不是不爱你 他很疼爱你的 但是确实是 他智慧的高度还是有限的 所以他只能给你提供的 世间的嗯嗯哀哀的 世间有一些事吧 除此之外 他也是并不能提供的 这是这样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 我要依止善知识的理由 原因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个 看取舍言 无分什么依止善知识的话 如果有些人问 你为什么要依止上师啊 这样的话 你就把这些道理讲的话 对方都是没办法跟你说什么了 宣说取舍甚深谣 取苦疾除无明脉 开悔言先解脱道 唯有上师故恨意 他这里说 我还要依止善知识的话 有一个理由 什么理由的话呢 其实上师给我讲 取舍因果的道理 这样取舍因果的甚深道理 我慈悲的父亲和母亲 也是没办法的 父亲 母亲也许跟你讲的是 跟因果恰恰相反的道理 你如何灭敌人 如何杀生 如何打仗 造恶业这些 所以上师给我宣讲的话 一个是甚深的取舍之药 还有永久的取苦 永久得安乐的道理 还有如何取出我们相续当中的 无明迷乱的五脉 如何取出等等 包括相续当中 如何觉悟 如何开现智慧 如何利益众生 如何做今生来世 有意义的人等等 这些应该说 世间的父母 同事 老师 国王 包括你的领导 确实也是没办法做到的 所以我们还是没有上师的话 确实我们的智慧没办法打开 有一个《波罗弥陀经》 《波罗弥陀经》里面前面讲 虽然我们有眼睛 但是没有光的话 不可能见色法 同样的 行人如是 谁有智慧 无善知识不能见法 应该能记下来了吧 已经讲了两遍 以前我们老师讲的时候 听信一遍 听信两遍 然后他说 最后我给一些愚笨的学生再念一遍 行人如是 谁有智慧 无善知识不能见法 《波罗弥陀经》里面这样讲的 刚才讲的一样 我们学佛也确实是这样的 虽然有自己世间的智慧 但是没有善知识 确实我们可能有很多取舍的道理 这些很多问题都不能知道的 如果有了善知识的引导 就像《本世经》唐朝的时候 应该是唐玄宗他翻译的 他那个经里面就是 清净善知识所求无不成 最有智慧的人给他讲了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一直有很好的善知识 那所求都是没有什么不成的 尤其这个自己可能也有经验吧 我看上师如意宝一直五六年当中 他得到了指名 我们这里很多人都已经不止五六年了 已经二十几年了 三十几年了 应该学到了被上师如意宝多少倍的知识 以后到自己本地的时候 一定会是能利益诸生 真的大家要学的过程当中 你们自己都是想 不要想 我这里想了 我这里待多少年了 不用这么想 我以前也是求过 米拉日巴的母亲说 你要去学诸法 你不要想 跟其他富贵的人想 我们家里的遭遇是你知道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情来学 能学的时候 所以我们很多人也是想 你从家里来的话 刚开始可能你是有种好奇心 或者有种出家心 但是现在看来你的家乡 你的周围 确实是需要有人来开启佛法之门 那这样你回去是有责任的 并不是说 你自己以后在那里享受 那里过得很好 或者是买个房子 我就那天天自己修行 得阿罗汉果位 我们不能这么想 真的每个人其实发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我到藏地求学的话 并不是藏地的空气很好 那里好像吃得比较好 人生果很甜 所有特别新鲜 说两斤还没有吃完 对 那天说是八斤嘛 现在还剩两斤了 又给新的了 又买了新的是吧 又给新的了 多少斤 又给什么袋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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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袋 为什么你有那么多树油 也挺好的 但是树油吃得不能太多 不然很容易干 就是有点脂肪干 知道吗 吃得不要太多 知道吧 不要想我要得所有目标 有没有想法回去弘扬佛法 像谁样 发愿死在藏地 哦 发愿死在藏地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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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哈哈哈 为什么发愿死在藏地 不知道 嗯 不知道 发愿天葬死在藏地 嗯 这样 少吵点罪 嗯 哈地死一个人 一个人 花很多钱 百人都不一致 所以少吵一点罪 就是这个意思 你的想法呢 我的想法 上次怎么说 我怎么做 嗯 这样 哈哈哈 这样 行吧 嗯 嗯 好 接下来讲堪为圣天 堪为殊胜的天 也是上师 他这里就是 修解脱一缘二则 笔之根本身上是 天等世间皆无故 有福天之罪 尽恒意 他这里就是说 其实我们修菩提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积累二资粮的 但是二资粮的话 就是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的话 其实作为上师作为对境的话 修资粮是最好的 如果一教放心 经常祈祷上师 经常观修上师 那这样所有的资粮很容易成就 修解脱 义而愿而自的 要修解脱道 必须要圆满这二种资粮 而这个根本 殊胜的上师 也就是说 依靠殊胜的上师以外 在整个世界上 不管是天界 人间 都没有更殊胜的 胜过上师的 在这个世界当中根本没有 所以我们经常称之为是什么呢 上师最好的佛天 所以我们应该用最大的恭敬心来 就是依止善知识 因为注释当中也引用了很多 包括金秘义学 温和学 知海学 好多续部的内容 但更重要的 讲的《华严经》 《华严经》有好多的比喻 这个可能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我们很多人因为我为了讲颂词 不要拖得太长的时间 所以我可能每个注释里面 后面的这些教证这些都是并没有意义地讲 要讲的话可能要拖很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人生当中遇到什么样也不好说 到一定的时候圆满这部论典是比较好一点 但是我希望每个道友每天所讲到的内容 颂词讲到哪里注释的话 不要聊聊吵吵地去看一遍 应该想一想 这教证里面依止善知识的过程当中 怎么提及的 怎么说的 这些应该有些颂词可能稍微难懂一点 但是你要认真地看的话应该可以看得懂 我看晚上讲好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是敞开心扉 大家还是辩论或者大家互相询问 探讨 其实这是很好的 佛教的道理一定会经得起我们的推敲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 只不过我们可能智慧跟不上 担心的是这个 所以大家在讲《如意宝藏论》的时候 一定要每一个注释当中的道理要懂得 吴国王尊者根本不会乱用一个教证 他不会这样的 他每一个教证非常有原因的 而且这个如果我们明白 肯定对我们是有利益的 尤其是我们人生 大家也知道 《正义阿含经》里面也是说了 当时佛陀问阿难尊者 我们的解脱是不是一般都依赖于善知识 然后阿难说是 事一般有善知识 刚开始是阿难说的 然后佛陀说 你错了 其实解脱全部依赖于善知识 这是《极乐愿文大书》里面也引用过这个教证 在不同的经里面 但我看到《正义阿含经》里面确实有这样的教证 我记得好像《正义阿含经》里面也有这个道理 所以我想你要求解脱的话 上师是很关键的 确实很恭敬地依赐 好像这个确实有一定的怨气 这样的话我们《华严经》当中也是讲到 很多的比喻 四法 无法讲了很多的 或者说我们仅仅是忆念上师的功德 或者说稍稍地观想上师的话 这个功德也是特别大的 这里我就不应用很多教证吧 大家也应该一看这个注释就非常清楚的 或者说我们朝着上师的方向 身体去转绕 口中赞颂 心里恭敬地 祈祈祷的话这个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等等 修有很多意志上知识的功德 观想上师的功德 祈祷上师的功德 如果我们有智慧的人真的是光是念修 上师瑜伽 都基本上能成就 所以藏传佛教当中为什么说 特别重视上师瑜伽的原因呢也是这样的 其实这并不是藏传佛教独以为耳的一种说法 以前我们也引用很多汉传佛教的教理 显宗的教典你们也可以看一看 像《还原经》这些经事完全是藏汉佛教都承认的 但是《还原经》里面把上师比喻成什么样的 上师确实是依靠他而可以解脱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上师 就像世间人的各种学极论或者技术 这些事也可以学 但是依靠他能不能得到解脱呢 也是不能的 这是在今生当中给你提供一点方便 饮食 快乐 净刺而已 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到 上师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接下来再讲一个颂词 算今天的课圆满第四个词 无上皈处 也是上师是无上皈处的 为什么要依止善知识呢 刚才也讲到了 上师是最好的佛田 为什么要依止善知识呢 因为上师是最究竟的皈处 他这个皈处 恶趣为缘 畏惧中 救护 鬼神也无欲 佛陀也以上师过为力 邪为恒一致 我们漂泊在漫无边际的轮回当中 实际上确实是 上师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这样成立在轮回的口海当中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恶趣的地狱 恶鬼 旁生的违缘 畏惧 恐惧等等 如果在善恶趣当中要真实得到救护 除了上师以外 没有其他的了 我们在暂时的一些战场上的畏惧 或者说是暂时的 世间当中的一些畏惧 其他你的朋友 导师 或者你的护主 你的护身 这些都是也可以帮你解决的 但是我们永远成立在轮回当中 或者恶趣当中 除了上师开始引入明点以外 我们确实是无利自拔 也是无法获得解脱 这样的原因 我为什么要依止善知识呢 因为上师才能救我 除此之外 父母也不能救 国王也不能救 警察也不能救 其他世间的道指 强盗 这些都是更不用说 正因为这样 佛陀也是在因地的时候 他还是依止过许多善知识 所以我们历代的这些大成就者们 实际上都是依止善知识 依止善知识以后 他有些是当下已经开悟了 远离所有轮回 就像米拉日巴 他造了这么大的业 但是依靠上师的窍诀 刚开始说是 荣顿拉嘎那里去医治 但是荣顿拉嘎说是 我的法白天修白天成就 晚上修晚上成就 如果是勤奋的人 有缘的人 不修也是能成就 结果米拉日巴一直睡懒觉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荣顿拉嘎说是 看来你是罪业大的人 确实是 当时我的话也说得太大了 现在看来我就没办法救你 你就到卓沃龙的山沟当中 有了不起的印度的仪式 这个马尔巴罗扎 你去哪里吧 当时他听到马尔巴罗扎的时候 他的心声完全都是有大的变化 就是汉毛疏离 泪流满面 他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去找上师 所以到了后来有缘的上师以后 他远离了所有的轮回 即生当中 论典当中说 即生当中获得了如来金刚尺的果位 这也是他造了这么多业 杀了那么多生 但是依靠有证悟的上师 当下也有解脱的 但这样的解脱和这样的成果 其实世间人谁都是没办法给你赐予的 我们在轮回这样的深渊的苦难当中 谁也没办法让我救护 所以我们说上师其实皈依当中最主要的皈依 当然这个上师还是要有一定的 我刚才讲的一样 实修实证的 至少是具有菩提心的 或者说精通道的 这么一个上师 否则上师也是笨笨的 甚至上师依靠你来 开始自己做一些明文理案的事 那这个是假上师 肯定不是真正的上师 有些人刚开始跟上师关系好一点 后来因为关系不好的时候 种种诽谤 但这个可能不合理的 你先观察上师 然后中间一直上师 后来你要得到的是上师甚深的谜语和行为 但你不但得不到 反而诽谤的话 也许可能你的心眼有问题 不一定上师有这么大的过失 也许他确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凡夫人 但是也不应该诽谤 因为你毕竟在他面前已经得到法 所以这个界限大家也一定要懂的 不然现在好像有些人关系好的时候 对法师 对上师是很有赞叹的 然后一旦自己关系不好的时候 在暗地内 在当面就经常说他的过失 这说明自己不懂佛法 如果世间人两个人关系好的时候就和睦相助 关系不好的时候就可以以反目相待 这个也是可以的 但佛教的这种规刺 与此完全不相同 如果你去诽谤 如果你去诋毁 那带来的是什么呢 你自己的苦果 我们往上向人口水的话 口水落到自己的脸上 对虚空不一定有害的 所以我们在自己的修行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 不管怎么样 只要有法方面的结缘 即便是你看见了他的各种过失 那闭口不厌 不说为假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极明序》当中也是说 前皆佛上师更严厉 诸皆一切佛皆以十身故 说比前皆佛其实上师是更严厉的一个对境 如果你对他诽谤或者说恶语 这样你诽谤前佛和说恶语前佛的过失 比还要严厉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一切佛依靠善知事而三生的 所以如果我们诽谤任何一个说法是这样 那这个过失是相当相当大的 所以我们为了保护自己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应该不诽谤 不诋毁上师 这并不是因为上师受到保护 上师是很重要 你们千万不要诽谤 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诽谤的话 那说明自己是一个很愚痴的人 要么你不信仰佛教 不信仰佛教是情有可原 如果你一边有信仰 一边诋毁你相关的 有法恩的这些上师的话 那确实你算在至少是佛教团体当中 那说明你是很愚痴的 所有的佛教徒看成说 这个人以前在某个上师面前得过法 那现在不管当面也好 背后也好 都在诋毁和诽谤的话 要么他精神有问题的 要么他是特别愚痴的人 要么这个人已经遭没了 可以这么说 要么这个人已经被非人带走了 除此之外 从佛教的观点来讲 是没有第二个了 如果你从世间人角度 那世间人的关系应该是有各种情况 有今天很紧密的 明天互相远离的 什么都会发生 这也是一个常见的事 这个从世间的角度来讲可以有 但是佛教的层面来讲 那你要么不要承认佛教的观点 如果你要承认佛教的观点 那按照佛经里面和续部当中所讲的那样 如果你没有这样做 那要么你不承认佛教的观点 要么你自己是很愚痴的 这我们佛教徒当中 现在应该稍微好一点 以前可能大家都不懂吧 我觉得是《大圆满前行》和 我觉得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我讲过《大圆满前行》和《大圆满行行休息》 本来很像《功德藏》 《功德藏》里面也有一支善知识的很多窍诀 本来是想讲这些 但是也可能讲过部分以后 很多有智慧的人 自己都特别谨慎 甚至可能自己烦恼生起来 对有关的上师面前想发怒 或者不开心 但是自己能控制自己的烦恼 一定会一旦可能有恶口满满 这样的话 马上立即忏悔 不过业的 马上立即忏悔 所以我们以后要学到这些 我希望我们的行为真的有所改变 至少我个人是这样的 确实我得过法恩的 不管是大上师也好 小上师也好 重上师也好 都没有 以前阿底下尊者说过 我一直来千千万万的上师 但有些上师都是不如我 那为什么你要移植呢 其实在某种功德上是不如我 可能比如说某个特点上 他就不如我 或者众的知识不如我 但是因为他有某个方面的特长 所以当时是他移植的 比如说我学俱舍论的话 那学俱舍方面我可以移植他 但是从密法 从其他方面他不如我 我觉得阿底下尊者的密可能这样来累解的 不然不如你的上师面前你何必要去听啊 如果这样自己都不是没有进步吗 但实际上也不是我们凡是自己所义果的 哪怕四句以上得法案都有恭敬来移植的话 其实这个也并不是做不到的 如果这个上师特别地逼迫你或者他逼着你的话 那可能你不知道怎么样 除此之外我想如果一个真正的善知识他也不会逼迫你的 应该自己可以以这样的心来依止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啊 就是 耶稣